老温你出来 老温说过这个话 太狂了 我要找老温对质 什么只是 老温一块砖 哪里需要哪里搬 今天过来接人 来接曹姐 曹姐从哪里过来 曹姐 从四川过来吧 厉害 我们提前一点道 恭候我们四川的曹姐 大驾光临 地球村装修好了之后 陆陆续续来了很多远方的贵客 对 当然也欢迎你们 到地球村来做客 对 全程高手接待 最高的一个 高手为人主持 大家都知道的 可以的 是吧 办事比较妥 比较稳 那你知道我为什么叫高手吗 为什么 高手这个名字总有由来 是吧 二哥说的手比较高 在老地那边 高手是有过能之处 知道吧 别人不会的 高手会 别人会的高手还会 这就叫高手 厉害 不是说手 不要捧我了 手举得高就是高手 哈哈哈哈 在这里我要怼你 怼吗 来嘛 哈哈哈哈 啊 如果我也像你们一样 跟你们干这么早 全部把你们干趴下 谁嘛 高爷 我跟你讲 长江后浪推前浪 前浪早就死在沙滩上 高哥 不要给我戴高帽子 我我想起来的这句话是谁转达给我的 我听过我听过谁跟我说过这个话 但是这个话绝对不会在从我嘴巴里面说出来 知道吗 说过的话又不承认 不是说过的话不承认 反正跟我说过这个话的人不少于四个人 他说老弟 就你现在这么勤快这么努力的情况下 要是跟着你们那些上一辈的那些大师兄前辈一起出去的话 你绝对就能超过他们很快就超过他们 而且那时候我刚来巴都不久的时候就有人跟我说过 他说 他说以后你就是永恒最大的网红了 我我都没承认过这个事情 你做没做过 我没做过 但是很多人在嫖侃我 你说我怎么可能就是说随便 就找一个人就花这么大的海口 老弟开玩笑不敢开这种国家玩笑 是吧 这不就是蔑视之前的这些长辈吗 是吧 感觉你这句话我觉得就说的很有信念之名 知道吗 现在都已经在一一的印证 应验了 别扯了 你看我都在巴都呆了大半年了 蹭蹭蹭蹭蹭蹭蹭 现在撑到了15万 今天刚过15万 这事你还不知道啊 哈哈 反正就是每个视频的点赞对不对 流量 是他们几个的总和 你这这话不能这样讲的了吧 按照我们中国人的一些老子来说 要谦卑要谦卑要谦虚是吧 这不符合我的气质啊 是不是高总 这家伙 你说怎么跟他拍嘛 那边一个美女 大家都看到了哈 不是我冤枉 哈哈哈哈 那好像就是曹姐 哈哈 不可冷啊 曹姐不是这样 我跟你说啊 我听过几个人跟你这样讲 而且人家是说亲口听的 啊 当着海哥的面讲 打他 当着海哥的面讲 嗯 他说海哥 如果说是我早两年跟你啊 我把那些人全部甩掉了 不可能不可能 我没说过这个话哈 这个太狂了知道吧 不符合老弟的气质 再说了老弟也不具备这个死力 你把他 你把那个人说过的把他拉过来 啊 他在干什么 哦 那就是老温啊 哎呀 老温 你出来 老弟说过这个话 太狂了嘛 我要找老温对质啊 老温跟他敢说这个话 对 不过话说回来呀 老弟也确实挺努力的 挺拼的 才短短一年不到的时间 就已经15万粉丝了 我记得我长到15万粉丝 整整用了我两年半 不可能 怎么要那么久 真的 但是你们现在 我们那时候是 坐绿皮火车 你们现在应该是 差不多跟高铁差不多吧 所以 同样是去北京 那个时候要一天一夜 现在去北京多久啊 那个时候海格的粉丝基数小 现在海格粉丝基数大 对 所以说混熟了以后 曝光都就更大了嘛 嘿嘿 我又来了啊 告诉 告诉 哎呦我的天啊 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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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我这次真的要黑你一把 我看到女的就两个眼睛 叫了都没反应 你看那老六 我真的服了 羡慕是吧 羡慕是吧 你有没有见过陶姐 有没有见过陶姐 没有 没有见过是吧 我看看七十零 再见我的眼睛 你是看七十零还是看七十零 会不会那个女儿 那肯定是他爸爸来接女儿嘛 嗯对 好看吧 我说车 好看好看 好 宝马肯定好看 赚钱 赚钱 有生之年也买一辆七十零 嗯 告诉有这个实力啊 巴督巴督 上车就走巴督巴督 拉皮条啊 高爷 地球村地球村 我也不认识 你也不认识 你有个电话没啊 有啊有电话 有电话就可以啊 巴督巴督 地球村地球村 你好 哇这曹姐是吧 我第一次见第一次见 对 辛苦了辛苦了 欢迎欢迎欢迎 谢谢您 车停在前方 我来我来 你那个包我来提 来帮我自己来 没事没事我没提我没提 我没提 辛苦了辛苦了 我身上多一个 那个包重不重 不重 这个包不能乱提 这个包要亲自提 好好 欢迎草姐到江西来 草姐 欢迎到江西来 欢迎到地球村来 人总算是接到了啊 4点 我们是3点多来的 啊 然后在这边玩了一下 兜兜转转 我跟高手唠嗑了一下 车子在那里哦 在那里 那个位子 这上面不能开车子过来 我们就停在这个边边上啊 这台 这是老弟的车啊 我坐前面 老弟车开走了 哎呀我的天哪 把我都在这 给买 老弟等等我 嗯 对 嗯 嗯